最近青年演员任佳伦正在热播新剧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没想到任佳伦工作室和任佳伦粉丝竟然集体爬墙剧中男主角顾川 把任佳伦彻底抛在了脑后工作室爬墙证据如下 以上证据劝凿任佳伦工作室竟然成了顾川工作室 三句话不离顾川粉丝就更不用说了 个个爱顾川心疼宠爱到不行 因为顾川从最早被潮资源差到后来先发费 到后来又被人家说我们是拿了S级资源 到后来又被嘲笑播放量差又改为播放量注水 反正就是别人嘴皮子上下一碰就来嘲笑我们顾川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顾川竟然在逆境中还那么闪亮 欲世不慌口碑与收视率稳步增长 这么美强惨的顾川我们不爱谁爱 我们能不多精心维护吗 我们顾川除了心脏不好 哪哪都好 既有好既有忠心陪伴 时时刻刻把我的川放在第一位 还有一群勤劳能干的小伙伴跟随左右 共同缔造事业 我们的顾川啊 冷着脸的样子都是装的 他是在忍受身体的不适 实际上他可阿笑了 顾川一笑百妹生 身边男女无颜色 顾川一笑甜蜜蜜 勾魂射破无人敌 我们的顾川啊 男友力爆棚 选女朋友的眼光极好 无论是前女友还是现女友 都是极为优秀的 我们的顾川啊 穿西装又酷又帅 穿家居服又暖又软 穿休闲装又轻盈又可爱 当他把刘海都梳上去 露出绝美容颜来 又清贵又儒雅 让人情不自禁心生欢喜 也口水流个不停啊 不是 顾川 你就是最帅的 或是亲亲家人 期待你的关注